就是劉美这个小孩子一个人 他占用了1000个孩子的资源 这个图表非常清楚的可以知道 花林县政府在双语教育的责任上面 不应该放在培养精英 而且应该放在支持大部分的孩子 一开口就要教育处检讨留学政策 希望县府能将本来就不多的资源 可以广泛的应用在教育上 双语的推动更是刻不容缓的事 这个双语教育的问题 我认为在预算的配置上面 其实必须要照顾到23000个小朋友 那在这个预算配置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包括了这个我们的留学的政策 是不是稍微做修正 那是不是把这个留学的政策 一年留学政策改成游学 部分游学 或者是把这个经费放在 转回来放在我们全县的英语教育上面 议员迪布斯一赖认为 推动和落实双语教育 是百年数人的教育方向 对此县长徐正伟也认同 我们往2030国家的政策 双语国家来努力 除了双语教育外 迪布斯一赖议员 也针对产业文创设计 部落人才赔利 和原住民特色农产品 提出咨询与政策建议 我们办了这么多年的这么多的活动 都一成不变 是不是参照其他县市 能够让这个办活动 跟地方做连接 创造商机 这也是一个部分 另外就是所谓的赔利人才 就是我们所有付出的经费跟政策 必须要扎根 让基本的这个人呢 能够连核销连洗计划都能够做 才能够在部落里面 真正的为部落来做事情 以后呢是原住民的特色农作物的发展 其实在原住民的 甚至是农业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农业处能够也做思考 议员宁愿负责是 针对吉安火车站的发展 来提出建言与咨询 他表示 吉安人口数比罗东多 罗东车站和吉安车站比一比 真的是令人汗颜 吉安门面居然是垃圾桶和厕所 那吉安火车站 从这个门口进去 三个大垃圾桶在那边迎接你 议员宁愿负认为 影响吉安火车站发展的 就是火车站后 无法利用和开发的农地 所以希望县府想办法 扭转吉安乡的未来 吉安火车站后方的土地 限制住了吉安的发展 罗东正七万一千多的人口 他们有后站 他们有客运 有公车 国道客运 免费接驳巴士 吉安火车站竟然没有 吉安火车站的腹地 比花莲火车站还大 因为吉安车站 作为花莲火车站的调度站 所以它的腹地够大 吉安乡这个火车站 未来绝对有机会 成为花莲的起始站 发起站 只要解决它后方交通的问题 紧接着谢国荣议员 则针对李渔潭红面鸭活动提出质询 他说每年两千五百万的经费 花下去未看到成效 这笔预算暂时不予通过 直到县府提出改善计划后在意 李渔潭有每一年都是两千五百万 给它办活动 红面鸭的活动 最主要是活动的话 每一年要有更新 要让所有的游客人进来 所以我们的那个书记 平常就说六七月份的话 就十万多人 可是八月份 纯粹这个月半 这个红面鸭的活动的话 顶多增加到十四万多人口 游客 所以说希望说明年度 我们先把这个预算先挡下来 提出好的计划了以后 再先以通过 旅塘红面鸭放暑假活动 观光处代理处长张志强说 今年约绩带来五十万人次的游客 及七亿的相关产值 也成为中区知名活动 也会在针对活动规划进行讨论 歌声日报记者 刘云林 花莲报导